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而初位齋祖代表 尊敬而初位同修大德義工菩薩 及網路前的同修 我們今天法會就到此圓滿 非常感恩大家來莊園道場 來發心做義工為大家服務 那麼也感恩我們網路前的同修 跟著我們一起共修 大家功德無量 必得佛力加持 業障消除 福會增長 身心安康六十吉祥 法喜充滿 請放掌 那麼我們三十信念佛事 主要欠導亡靈信願念佛求生淨土 我們欠導亡靈要念佛求生淨土 也要欠我們自己念佛求生淨土 我們淨土 我們淨土中 宗旨就是要信願念佛求生淨土 要相信極樂世界 無有重苦但受諸樂 我們這個世界只有苦沒有快樂 所以佛勸我們要相信這個事實 要發願啊 放下我們現在的收佛世界 願生西方極樂世界 到極樂世界做佛再回來度眾生 這是佛勸我們的 所以我們要依教奉行 我們修淨土就是要求往生的 念佛就是要求往生西方的 那麼這個過去啊 在香港啊 有這個一些廣東的老菩薩 這個欠大家不要去聽盡空法師講經 說不要去聽盡空法師講經啊 盡空法師都欠人家呢 念佛求往生啊 是欠人去死啊 不要去聽啊 他叫你去死啊 那個欠很多人啊 很多人不敢去啊 去了就叫你去死啊 往生不是是死啊 這個念佛啊 也不能怕死 要不怕死 實在講啊 要怕不死 這個禅宗的大德講 要大死一番 修行人啊要大死一番 所以燕光祖師勸念佛人啊 這個念佛功夫不得力 就是不想死 所以他老人家寫一個死字 他自己貼在那個佛堂 他的佛堂 過去我們敬老和尚也寫了很多 一個人發我們一張 貼在額頭上 這個死啊 貼在這裡 不是說我快要死了 說我已經死了 還要打什麼妄想 那除了念佛 求佛來接引 那還想什麼呢 不能再想 所以燕光祖師寫了一個死 又寫了一個生 往生到西方 往生到西方啊 就永遠不會死 如果不念佛求往生西方啊 你常常要死 每輪回一次啊 就要生一次 有一次的生就要死一次 生生世世啊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沒完沒了 常常要死 所以 念佛人不能怕死 怕不死 我們 往生西方的世界啊 就無量寿了 永遠不會死的 生死了啦 這是佛勸我們的 在這個世界啊 我們就 常常要死 不想死也得死 那有什麼辦法呢 那這個世界就這樣嘛 極樂世界啊 就沒有生死了 身體是連發化身 沒有生老病死 無量光無量手 所有世界的一切萬物 都是永恆不變的 我們這個世界是苦空無常無我 不靜的 所以 詳細讀 《無量寿經》 就是 我們 對兩個世界 的真相 會有很清楚的認識 因此啊 我們大家 信念念佛 那麼我們念佛人啊 能不能往生 更關鍵在信願 你相信不相信 你願不願意去 這個世界你願不願意放下 你還想再受苦嗎 現在我們很多人不知道 有西方極樂世界那沒辦法 我們知道了 那為什麼要在這裡受苦 我們生病啦 總是想要求醫生 那阿彌陀佛無上一往 我們為什麼不求無上一往呢 永遠不會生病 永遠不會死亡的世界呢 所以我們修淨土 這個宗族要清楚要明白 念佛是要求往生西方的 那往生西方啊 就永遠不死 怕死啊 就是要往生西方 才能夠真正不死 得到無量光無量寿 再來度眾生 所以我們念佛人啊 總是要常常提醒自己 那麼我從小啊 體弱多病 常常生病 實在講啊 我時時刻刻都常 想到死了 那今天還一口氣在 明天還在不在 不知道啊 這古大德啊 教我們啊 要這個 關這個無常 特別年紀大了 我今年69 明年70歲了 那70歲大家還要請我做法會 應該我要趕快 念佛求生淨土了 那個應光大師啊 常常開示啊 說人過了半百啊 50歲以後啊 少做外功啊 多修內功啊 內功是什麼呢 多念佛啦 求往生啦 那何況七十呢 七十呢 就是人生七十古來西啊 七十不留束 八十不留餐 九十不留座 九十不留座 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啊 你不留他 住一個晚上 不失禮 那為什麼呢 七十歲老了嘛 這個 那個 你萬一留他 在家裡 住一個晚上 那 就在你家裡 往生啦 那麼如果他 家裡的人 明理啊 還好 如果不明理 都是你害的啊 你不留他 住在你家呢 就不會死 留在你家 就死了 那這個就很麻煩啦 那這個就很麻煩啦 所以古理啊 七十歲啊 你不留他 住一個晚上 那不失禮 那八十歲的老人啊 你不請他吃一餐飯 你不失禮 他恐怕就吃一餐飯 就走了 真的嗎 那真的啊 這個西班牙金鐘協會的陳會長 往生七年了 他就是在中午吃飯啊 吃一半啊 頭低下去就走了 那一餐飯沒吃完就走了 那 所以佛在經上給我們講啊 人命在呼吸間 還不是一餐飯啊 一口氣不來就走了 那麼九十不留坐 九十歲的老人啊 你連請他坐一下都 都不行 萬一他一坐 就坐在那裡就走了 那他家人啊 如果不明理的 又是怪你啦 都是你留他下來坐的 所以這個就是告訴我們啊 人年紀越大 那麼在我們這個世界啊 這個肉身啊 是很脆弱的 不清淨的 生老病死 很苦的 生是苦本啊 實在很苦 實在啊 不值得留戀啊 這個換一個菱花花生多好 永遠不死 不會生病 又不老 為什麼不去 要在這裡受苦受難呢 我們要常常啊 練彌陀經 念無量守經 念觀經 那彌陀經比較簡單 我念念啊 要覺悟啊 不能啊 一直念一次念 念的都不覺悟 這個不行的 要提升 這個要進步 就是要看破方向 信念念佛求生進度 所以我們做三十七念 每一次做 都是欠討亡靈 信念念佛求生 同時也要欠我們自己啊 欠我自己信念念佛求生進度啊 這才對啊 所以這個佛是勸一切眾生的 不是說只有欠亡靈 欠一切眾生 所以這個法式就明陽兩立 陽上也得利益 亡靈也得利益 他的道理就是 欠討亡靈同時也欠陽上 這些人 大家要知道這個意義 好 今天法會就圓滿 因為這一次只住到兩天 那這個 這個不能做三天 那明天啊 聽說有一律有 大家有時間可以去走一走 那麼我們今年下半年 十月八號九號十號 是在太和靜中協會 那個牽列線的道場 那個道場就可以做三天 因為不是外面出的 做三天 那我們這個天空氣場 還是明年六月 六月聽說有主導 這個具體的日子 會發布 那請大家 多留意我們的網站 好 祝大家 福會增長 法喜充滿 我們下次再見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暫時